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吳正寅 吳老師 我是負責財務個案的研討 然後接下來我們請林均老師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管支系林均老師 在這一門課老師負責的是策略管理的個案 老師是以三星電子來舉例跟大家說明 各位同學我今天所提到的財務個案研討 我們是以杜邦模式這個比例 來作為一個研討的中心 也就是杜邦模式最主要的概念就是 如何提升所謂的公司的資產報酬率 那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它有兩個公司相乘 一個就是淨率率 一個叫做資產周轉率 但是如果要提升我們報酬率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提升淨率率 要不然就是提升所謂的資產周轉率 可是如果提升周轉率 資產周轉率最快的方法 就是一般我們講到的 把公司的固定資產把它所謂的處分掉 可是在這種情形 做下去以後會有立竿建議的效果 也就是說周轉率提高 貨率率呢 金利率會馬上能夠提高 可是呢 這個會造成所謂的削足勢力現象 因為公司長期經營需要 需要這些固定資產來加以支撐 或者是我把金利率提高 也可以造成資產報酬率的提升 為什麼 因為金利率提高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一般 我們講到我把R&D的費用 研發支出的費用把它擴除掉了 或是我把員工旅遊的一個費用 旅遊的福利 員工的其他福利都把它擴除掉了以後呢 公司的金利也會馬上的一個提升 可是這樣做完的話 對公司會造成另外一種層面的影響 也就是說員工對於公司 向心力會喪失 因為員工給他的福利都因為一些原因 所以莫名其妙的不見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要如何利用這一個新的一個個案的方式 來讓大家引導 如何來解讀這一個 我們講到的 如何提升資產收傳率的一個現象 這就是一般我們講 我們用這種所謂的批判性的思考 也就是說所謂批判性思考就是說 如何提升我們資產報酬 我們是從的是股東的觀點 還是從高階主管的觀點 還是從一般小股東觀點 或是從一般我們講到的公司 外界人士的觀點 投資夫 夫妻師等等這些人觀點不一樣 所以我要先批判性思考 你是像著重長期的成長 還是從短期的成長 第二種方式也就是說 有了這一個批判性思考 我們開始要了解到我們的價值觀 因為我們的價值觀不一樣 比如說我剛好提到過 夫妻師他有可能是著重在短期的 公司的小股東也可能著重在短期的 就公司的高階主管 也有可能是著重在長期的經營 也有些高階主管 也是著重在短期的眼光 在這種情況之下 每一個人的觀點不一樣 價值觀也不同 在這種批判性思考以後 從價值觀的認識 一直到我們所謂的一個 一個所謂公司的 這種財務報表比例的現象的一個了解 我們做一個深入的一個探討 以後會帶領各位同學 來深入如何應用這個模式 在這個杜邦模式分析裡頭 那接下來我們會請我們林均一老師 跟各位來介紹策略管理個案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老師在這一門課題的一個個案是 所謂的三星電子 那它是一個策略管理上的一個個案 那各位都知道 因為這個問題與個案分析 其實它是一門蠻生活化的課程 除了老師在舉這個三星的電子為例之外 同學常常在部門裡面要 在上班的過程常常要跟人家開會 可能要跟人家折衷協調事情 或是你要跟你的主管報告一些問題 甚至一些建議的事項 那你怎麼樣從這些複雜的現象裡面 歸納出一些原理原則 然後做一些判斷的一些準則 最後提出一些建議方案 正是這一門課要教導各位同學的 那從這個角度出發 老師提出一個現階段 台灣非常既愛又恨的一個廠商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三星電子 曾經也當過我們台灣廠商的爪爬子 現在我們的那個面板的友達 好像副總還關在美國 那我想他有能力就是許檢天下的一些競爭對手 甚至他在手機目前的試占率 好像是全世界是排第一的 那他的剛剛手機這一塊 他就是我們宏達電的競爭對手 那他的面板然後做面板 又世界排第一 是我們的友達奇美電的競爭對手 LED也是我們台灣一些廠商的對手 那他也在做晶圓代工 晶圓代工就是台積電 那也做那個所謂的notebook 還有這個可能就是我們的紅機 這個華碩 所以你看老師剛剛這樣一講 哇台灣的科技大廠都在他的大網之下 所以我們就很有興趣來看說 他目前會這麼搶 他背後曾經有哪些演進的過程 以及他現階段在做哪些布局 他在中國大陸怎麼樣去設轉理 怎麼樣跟廠商合作 然後怎麼樣從Sony中學到他的技術 最後怎樣搖擺而去 那我想他很多東西 韓國的很多的競爭手段都是從模仿慢慢 往創新方向走 那他也是一個就是 在哈佛的企業個案裡面 是值得一個探討的現象 2005年老師就看到哈佛在探討這個個案 那我想他當時也寫得很精彩 把這個他的創辦人的過程 怎麼樣他從五到有 這個過程把他介紹非常詳細 然後在大陸的市場怎麼樣跟DRAM 他的DRAM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兩兆雙星那個雙D DRAM的部分被打得稀里花啦 那他在中國市場怎麼樣用低價的策略 趕我們這一塊 然後高價的策略又獲取巨大的利潤 準備把我們推出市場 把我們從市場裡面趕出去 我想他很多做法值得我們的商榷 那我們從他的背後價值觀 跟他的一些形式作風 還有他的組織的變革 他組織一些方法怎麼樣吸納人才 從這些現象來觀察 然後最後我們我們當然會提一些 從一些指標 從一些衡量的標準來提出我們的一些建議案 那再讓同學 就是說瞭解這些建議案之後 然後做一個判斷 那這種也是一種個案的訓練方式 而且是 處於一個真實的案例底下 大家做的一個演練 我想對大家在以後同學在上班 或者是在做一些事情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想這個個案我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祝大家學習愉快 祝大家學習愉快 謝謝 謝謝大家